治疗癌症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那么过去呢就算是标靶药 对于肿瘤细胞的辨识度很低 那么所以呢不能够适度的抑制癌细胞的扩散 而这位中研院的副研究员吴汉忠 他利用老鼠实验成功的研发出了 可以让抗癌细胞命中肿瘤细胞的方法 提高了5到12倍 癌症已经夺走不少人性命 中研院副研究员吴汉忠 如今却研发出提高命中肿瘤细胞准确率 5到12倍的方法 让罹患癌症不再等于是绝症 一般的小分子抗癌药物 因为打到病人体内或是口服 因为到达肿瘤组织的一个药物剂量有限 所以自然会造成这个效果 杀死癌细胞不完全 所以一段时间以后 抗药性癌细胞就会出来 因此造成癌症的一个复发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攜带这个抗癌药物 用这个标的生态攜带抗癌药物 可以有效的将这个抗癌药物 有效的高剂量的累积到肿瘤组织里面去 武汉中的研究团队找出这个多种特殊生态 就像是导弹飞弹般 跟现在的抗癌药物结合 可以成功导引药物准确命中癌细胞 包括像是乳癌 肝癌 肺癌 以脏癌目前在老鼠实验成果都有明显效果 肿瘤组织里面有很高的一个压力 我们叫做肿瘤的一个IFP压力 IFP压力造成小分子药物很难进入到肿瘤组织 所以借由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把抗癌药物带到肿瘤组织 以我们的研究而言大概提高5到10倍 标靶治疗有了重大突破 但不是万灵丹 准确度增加副作用还是存在 目前研究专利已经寄转给药厂进行实验 但距离真正治疗癌症病患 还有一段路要走 中文新闻情入横牙地 台北报道